日本可以洗個很舒服的 之前就被堆整垃圾穿那樣子 你直接用慘的 對 因為都不要了 我原本想要的生活都回來了 那我們這個暗場前前後後已經做了第四天 我第一天來的時候其實 那時候被拒絕在門外 所以我印象蠻深刻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當我們可以進來試坐的時候 其實我只能開一半的門 然後只看到微微的 很些許的光 然後進到這個家 後來才發現為什麼只能微小的光 就是因為東西太多 我進不來 然後進不來的那一刻 我又看到可能家裡的環境 家裡的狀況 所以我那一刻看到 其實很難過 原本是在那邊煮東西嘛 然後吃完我會在那邊做什麼 對 現在就跟她那麼累了 我已經整理到已經很累了 好不會不會 你今天就交給我們 然後可是問題 那每次要早上的這些東西 都把我這邊全部弄上去 了解 我是在去年的 去年109年的10月還是11月的時候 跟這個家庭有接觸 那當時是因為 這個孩子在去學校的時候 跟同學有一些糾紛 然後老師就是發現說他身上衣服嘛 然後還有他現在一個狀態 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他到家裡做個家房 那他再到家房之後才發現 這個家庭其實 的生活習慣不是那麼的好 那你至於會影響到 媽媽跟小孩的一個生活作息 所以他們才會轉接到我們社會中心 然後讓我們來跟這個家庭做個討論 看可不可以做個居家整理這樣 媽媽一直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家庭的環境改善 可是呢 因為這個孩子他有一些 智能的狀況 所以他才會把家裡弄得比較 混亂的一個場面 其實如果媽媽好不容易整理好了 或是部分做個整理 孩子就把它重蹈覆測 或者是他要弄更糟糕 對所以媽媽後面也無能為一 要去做個處理了 那一庫你這樣給我丟 一直說找不到 這也是去年醫院的 這也是去年醫院的 這個是 麻糬麻糬 對 那才那種不見 這也是在幹嘛 這一個是 哇 不是嗎 這是做給他 之前 那時候買那個公主布 看起來很厲害 好厲害喔 看一下 如果是集中台的 這個不一樣 那我們可能就是 會先把大件的移出去 誰用慘的 對 因為都不要了 讓我們拍 好 等一下 你需要幫忙 對啊 可以 耶 是因為女兒可能沒有一個 可以配置他自己 屬於他自己的地方 所以 他就 一直堆 一直堆 堆到可能 精水啊 然後物品都無法使用 那媽媽也決定說 這一區我們就直接清空 然後都是要丟棄的物品 這樣子 好 又是面 對 好多麵 你怎麼還吃這個東西 這樣塞到這裡面啊 好多麵 他跟我說 他就這樣 哈哈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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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我出去好了 我出去好了 沒有啦 你可 搞笑 等一下非要你頭上 你要 你不要嚇我 因為冷氣那邊一直漏水嘛 所以他長期下面的東西都已經 都已經 都已經濕透 而且爛掉了 然後 可能也是 昆蟲 跟蟑螂 就是層積的地方 那我們從那邊整理完之後 發現媽媽都有一些 收納櫃啊 或者是 收納品 那我們可能就是 下午會 進行這一些 那種收納品的 物品的整理 剛剛換掉了 剛剛換掉了 我說這是天空的 那為什麼大家都背後 媽媽說 希望你能 記取每一個過程 發生的事情 哇 你都記著 好的 結果要繼續保持喔 其實媽媽 你還是有自己想要的 家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 我有在規劃 然後只是說 我一個人 我就不知道怎麼去弄 規劃就是說 這個床鋪就是 因為電視在這邊嘛 我就想說 放在最中間 然後旁邊這邊的話 我就是放類似像 整理櫃 三層櫃 放衣服 那邊的話 就是類似就是 我的工作地方 然後移境的 集公車都在這邊 就這樣子 分開啦 這樣不要不會 我們兩個是 敲碰到 那沒關係 你還是要保有 你想要的家 那其實 你才會知道 你用在經過 對 不會說說好像 把這個東西 一直壓著你 然後你還要上班 還要照顧移境這樣 這個比較大劍 這個比較大劍 我用踩的可能比較快 我剛剛已經地板都沒有拆 十分就吃了 還有大抖喔 在那邊 我來炒 我來炒 他們很怕 我不怕 現在基本上是滿的 所以如果我在裡面 反而會讓動線 變得沒有那麼順利 我就決定在外面 幫他做分類 對 妹妹有很常拿東西回家嗎 她有時候就是 跟我們出去 然後 她看到那個 說旁邊有放筆 對 然後她就 她會問 你說這可不可以拿 然後旁邊又看到那個 然後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那這樣家庭 就是很不自覺 就會跑出很多東西 對 找不到東西 結果全部都是我都 都一般的 對 我也說妳幹嘛要留啊 對啊 因為這種難過的東西 如果又把它撿起來 不就是又會再想到 以前那種可怕的事情嗎 其實他們真的還滿容易 受到一些欺負跟疤害 對 所以這件 這個膽子像妳留著的 也是想說要做一些 沒有沒有 其實 我這個是丟掉的 妳這是丟掉的 然後就不知道 她看到了 然後 她拿起來 她可能把它撿起來了 對 然後後來 妳現在拿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傷害 真的 真的很抱歉 對啊 沒關係 其實我發現 她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是因為她很喜歡畫畫 其實她畫畫畫得很漂亮 結果後來她都 老體黑色的 塗畫 全部全部都一樣 那個阿信力可能 對 我就看到就很奇怪 我就說 妳為什麼把它塗掉 她說 都是魔鬼 由她這樣子 一年級的小孩 她就說 都是魔鬼 妳不會覺得那個嗎 結果後來我就帶她去看 那個 合同心理 發展 對 TACO OK 然後就是那個 台北製造者家長學會辦的那個 活動耶 對 因為都捨不得對 我有發現 前三天 就是 在篩選的衣物上 是有困難的 因為她會認為說 這是 我跟別人拿 或者別人送我的 物品量已經太多了 所以 在最後一刻 有空間上的時候 我們把所有東西分類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 九個 大袋的 黑袋子 那 她自己有看到物品量太多的時候 我也有跟她溝通說 因為妳一直進來 一直倒 一直倒 然後就像水龍頭開水一樣 妳一直 水一直流 但是她 沒有一個往外流出去的可能 那妳的家還是會爆炸 是不是我們可以先 停止 先把水龍頭的水 的龍頭先關掉 不要再讓東西進來 那至少先維持在 欸 我發現她好多都是 新的衣物 那我們是不是先從這一些衣物開始 就是 珍惜 然後去使用 而不是說我們放著無法善用 那個就是 真的喔 媽 這個是她自己做的 那個貼紙掉了 那小天跟她補上去這樣 其實後來我就發現 整理真的要就是活在當下 就是 妳一定要去想說 現在的妳 到底需要什麼 而不是先去想未來 因為妳有這樣的經驗 三年前妳為了現在的妳 去思考 可是現在的妳 會想說 三年前為什麼我要留這些東西 然後困擾了妳現在自己 現在的妳 才是可以幫助妳自己的妳 這樣 我原本想要的生活都回來了 心情變得很開朗啊 然後可以煮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 睡了 有 很安穩 沒有 也有多了 咦 小妹妹一直都在床上 都要養魚了 然後 回來之後 我要做 我要看書啦 或怎麼樣 就利用這個桌子 這樣看 看到 我累了 然後我就燈關了 我就直接 躺在床上 我就可以睡了 原本可以洗個很舒服的 早 之前就被堆著垃圾 那樣子 然後現在的話 我要洗多久 都可以洗多久 我不會說 像之前沒有辦法做很好的洗澡 然後就大概水淋一淋 或怎麼樣 現在的話 妳可以慢慢的洗 慢慢一邊洗一邊想 我明天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子做 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 維持現在的生活的機能 不要多再一團亂 我會覺得就是 他還有整理你自己的心境 然後 讓你找回你自己 然後你才能住在這個家 就是 因為你有那個系統在 所以你才能去 把你想要的樣子 慢慢一步一步完成 對 這個是 最大的改變 本來 所以 那說實在話 當初那時候 你們還沒來之前 就是那個畫面 說實在話 我每天工作 整個就是 好像可以壓縮的感覺 然後現在的話 我可以放慢 可以把它這個空間慢慢放大 我工作起來 我不會說 怎麼以前感覺上 好像被緊縮怎麼樣 然後現在就可以慢慢的 慢慢的去完成 然後 好像 有這麼一回事 我家裡整理乾淨以後 怎麼樣子 你自己心情開朗 然後也可以說 放慢腳步 就不會出錯這樣子 說實在話 之前我真的 會很緊迫 是這樣子去做事 整個真的是改變很多 好 好 動作